這次烏克蘭戰爭 俄羅斯的一舉一動都在美國人的監視之下 從兵力部署軍隊動向發射了幾枚導彈 美國人都一清二楚 美國距離俄羅斯相隔十萬八千里 那麼美國人到底是如何監控俄羅斯動向的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美國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戰鬥機和轟炸機 但美國軍事實力的強大絕非僅限於此 美國其實非常看重情報的收集和偵察能力 美國有了世界上最為強大的預警機和電子偵察機機群 他們就是美國軍隊的眼睛 就算相隔千里也能把你看得清清楚楚 4月份推特上一位網友發布了過去一段時間 盟軍的各種電子偵察機、預警機在烏克蘭周圍的活動情況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黑海克里米亞南部有大量的RQ-4全球英不斷巡邏 而在波蘭邊境則是美國的E3和E8預警機在不斷巡邏 而到了波羅的海上 則是北約從挪威出發的P8反潛機 和從丹麥出發的P3反潛機 正是這些空中飛機不間斷的監視 才使得北約以及美國能夠24小時不停地瞭解俄羅斯的動向 那麼這些飛機 眾多的種類具體又是幹什麼的呢 現在的戰爭形態是越來越複雜 地上跑的有各種車輛 裝甲車 空中飛的不僅有飛機還有各種導彈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看不見的戰場 在大氣層內瀰漫著各種電磁信號 也就是雷達以及各種電子設備發出來的 所以針對這三種情況 美國有三種不同類型的飛機用來監視 我們先來看空中飛的 美國主要依靠E3預警機進行空中監視 E3從外形上很好識別 它是基於波音707科技改裝的 在它的背部有一個巨大的圓形的黑白相間的雷達罩 內部則是導航 通信計算機還有雷達 通過14個控制台控制和指揮其他單位進行作戰 E3服役之後 美國多次對飛機進行升級 比如增加了數據鏈系統和GPS 雷達也獲得改進 E3裝備的是ANAPY1脈衝多普勒預警雷達 工作在S波段 採用的是平板縫隙震天線 這款雷達可以同時跟蹤大概600個目標 並引導戰鬥機對100個目標進行攔截 但這只是這款雷達早期型號數據 它後來進行了多次升級 保守估計現在能引導攔截200個目標 跟蹤的目標數量也至少翻倍 雖然它並不是相控陣雷達 但是性能不比很多國家的相控陣雷達要差 E3總共生產了70多架 其中美國空軍就裝備了34架 其他的用戶還包括北約 英國 法國 沙特等 日本也有4架E767 本質上就是E3預警機 E3預警機可以在400公里範圍內偵測低空飛行目標 650公里範圍內偵測高空目標 從基輔到波蘭邊境只有500公里 這又意味著北約的預警機 在羅馬尼亞和波蘭執行任務的時候 烏克蘭全境的飛行目標 北約都看得清清楚楚 俄羅斯的戰機從白俄羅斯起飛降落 北約也就通過E3都知道了 在烏克蘭戰爭期間 北約部署在波蘭和羅馬尼亞的E3預警機 全天24小時不間斷的執行監視任務 3月10日 當時記者登上E3預警機 在採訪畫面中可以顯示 俄羅斯的十幾架飛機在白俄羅斯上空的活動 就顯示在屏幕上 連俄羅斯戰機進入烏克蘭也看得很清楚 北約執行監視任務的預警機 一直與北約成員國以及烏克蘭分享俄羅斯情報 在這次戰爭中 俄羅斯空天機受到了極大的損失 可能和北約的幫助有著很大的關係 E3是負責空中目標 而E8則負責地面目標 E8預警機也是基於707科技改裝的 但是它和E3不一樣 它的雷達是裝在機附的 而不是在飛機上面 目標很明確 它就是用來監視地面目標的 E8飛得遠 飛得高 續航時間長 它的動力裝置是4台JT3D波傘發動機 最大飛行速度1010千里每小時 續航時間11小時 E8是1991年服役的 E8非常好認 你一眼就能看到機身下方 12米長的獨木舟型雷達罩 裡面有7.3米長的APY7被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 這款雷達利用多普勒效應追蹤移動目標 雷達天線可以轉向任意一遍 它擁有120度視野 能夠覆蓋5萬平方公里的範圍 並在250公里外同時跟蹤600個目標 它不僅能看到 E8還可以通過信號處理 分辨出具體車輛的型號 除了追蹤地面目標 E8還可以探測低空飛行的直升機以及固定翼飛機 除了移動目標以外 E8還可以對地面固定目標實行監視 它使用的主要是核重孔徑雷達 核重孔徑雷達可以以極高的分辨率監視敵方陣地 甚至連導彈發射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E8同時將戰場信息同步傳給指揮部 使得戰場指揮官能夠隨時了解戰場動態 敵人的坦克在哪裡 部隊往哪方向移動全都一目了然 根據E8提供的數據 美國空軍和陸軍作戰部隊 就可以協調行動 對對方進行打擊 E8參加過海灣戰爭 當時兩架E8準確追蹤了伊拉克的坦克和飛毛腿導彈 而在之後的撥黑伊拉克戰爭中 E8長期在空中 為美國提供情報 除了陸地和空中的情況 美國還有專門的飛機用來監測 電磁信號執行電子偵察任務 這就是RC-135 什麼是電子偵察呢 我們舉個例子 為了監視烏克蘭的飛機 俄羅斯防空雷達開機發出電磁波 用來監測空中飛行的目標 但這個電磁波是向周圍所有方向發射的 那麼理論上任何人都能接受到電磁波 美國的RC-135就是起這樣一個作用 我在空中飛行接受各種各樣的電磁信號 有的是通信的 有的是搜索雷達的 有的是導引雷達的 我接受到這些信號 對它的頻率 方向 特性進行分析 我就能知道是哪個儀器發出來的 在哪發出來的 通過這樣的方式 俄羅斯在地面上有哪些雷達開機 什麼雷達開機 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RC-135偵察機最大航程可以達到1.2萬千米 飛行高度通常在15千米以上 巡航速度860千米每小時 續航時間超過12小時 RC-135其實有多種型號 S型是用來偵察彈道導彈的 它裝備的是光學探測裝置 可以探測進入大基層的導彈 電子偵察設備可以收集和分析 用來制導電磁波 除此之外還有V型和W型 主要是執行電子情報的收集 RC-135的電子設備可以說是世界最強 各種雷達參數都在它的測量範圍內 測量脈衝的寬度可以精準到0.1微米 方位可以精確到1度 機上的通信信號偵察系統可以偵測到 音頻 畫屏 電傳 電報等等各種信號 在1萬米的高度可以偵測到600到800公里距離的電台 所以俄羅斯在邊境通過不加密的通話系統說了什麼 美國人一句不差都能聽到 除此之外RC-135還有紅外探測器和前世雷達 探測距離能達到370公里 可以在360公里內分別出3.7米長的物體 RC-135無需進入敵國就可以在公共空域進行偵察活動 海灣戰爭中美國共派出4架RC-135 對伊拉克進行偵察 平均每天有兩架飛行 每架飛機飛行時間12小時 同樣在科索沃 RC-135也出現了 RC-135也是台海和南海地區的常客 經常沒事過來轉一轉 比如1996年台灣導彈危機 美國空軍第55偵察機連隊一架RC-135S偵察機 就從美國本土起飛到了東海上空 專門執行搜集中共導彈發射的情況 從哪裡發射落到哪裡看得清清楚楚 除此之外 美國還有RQ-4全球鷹偵察機 速度能達到每小時574公里 最高使用升限2萬米 俄羅斯米格29的升限只有18000米 中共殲-10最大升限17000米 也就是說這些飛機 你根本就購不到美國的全球鷹無人偵察機 全球鷹的航程25000公里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也就是說全球鷹可以飛行5500公里 然後在目標上空監控24小時再返回來 全球鷹一般是由一個任務控制分隊 和一個發射恢復分隊控制的 發射恢復分隊主要是發射和回收飛機 它處於各個空軍基地中 而任務控制分隊負責全球的運營 它一般是由一名飛行員遠程駕駛 還有一名傳感器操控員 處理各種偵察道的數據 全球鷹參加了伊拉克阿普漢戰爭 有著非常豐富的實戰經驗 全球鷹偵察機還裝備了合成孔徑雷達 光電和紅外感應系統 能對地面目標實現全方位的偵察 除了飛機以外 美國還有世界上最為強大的 間諜衛星網絡 美國從60年代起 就不斷地發展電子衛星 用於偵測蘇聯的電子信號和通信信號 最新型的叫門特衛星 它能夠監測所有100MHz到200MHz 所有的信號 從中國到中東 從朝鮮到俄羅斯 所有微波信號 無線電信號 不劃機信號 都在它的偵測範圍內 除了這些用於收集電子信號的電子偵測衛星 美國還有大量的光學偵測衛星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發射偵測衛星的國家 1960年 美國發射索眼1偵測衛星 到目前 美國已經發展了6代共12個型號的索眼偵測衛星 分辨率已經能提高到0.1米 索眼12衛星採用類似哈勃太空望遠鏡的大口徑相機 重量14噸 載軌服役長達8年 伊拉克戰爭期間 美國就動用了三顆索眼衛星 和三顆長驅棍球衛星對伊拉克實現監控和監視 這個長驅棍球衛星使用的是合成孔徑雷達 分辨率能提高到0.3米 不僅可以用來追蹤船舶 裝甲車輛 還能夠監視彈道導彈的動向 由於它不用光學成像 而是使用發射微波的合成孔徑雷達 這個合成孔徑雷達甚至能夠穿透地表 發現藏在地下數米的設施 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 不僅在於它有多少枚核武器 俄羅斯核武器數量世界第一 又能怎麼樣呢 美國的強大也不僅僅在於自己有多少架戰鬥機 這是你在前線能看到的 背後的信息蒐集和偵測能力才是讓人無法防禦的 美國的偵察和預警體系 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加起來都要強大得多 空中飛的我有E3預警機用來監視 地上跑的我有E8用來監控所有雷達電子信號 我有RC-135電子偵察機收集和分析 同時我還有全球英無人機實現長航程監控 太空中我還有電子偵察衛星 用來收集你所有的通話電視信號 你打的電話發的信息我都一清二楚 格魯吉亞戰爭期間 俄羅斯中將借用記者的衛星電話 結果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被打成重傷 是誰幫了這個忙 只可能是美國 除此之外 美國還有光學偵察衛星 和合成孔徑偵察衛星 地面上任何一個東西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地底下的東西我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你說這仗讓俄羅斯怎麼打 美國不出一兵一卒 隔著上萬公里 俄羅斯的空中動向 地面動向 美國人都一清二楚 這樣的偵察和情報分析能力 是讓中俄兩國如此懼怕的重要原因 有著美國人的幫忙 烏克蘭人才能在戰場上對敵人的動向了如指掌 俄羅斯打了個敗仗也就不奇怪了 我是子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